中間寫了之後變成這樣 然後又歪掉了 變成中間變成 它的這種我們稱為叫圓形的那個弧邊 不同一個圓形 那就很難看 我看過不少人這樣子 甚至寫了五六年都這樣 那表示它對這個觀察是有問題的 那我現在再講一遍就是 它中間的線條的這個弧線的位置沒有變 只是速度從慢到快 快到慢 因為它是比較細 慢弓出細活 細的地方要慢 所以快到慢 慢到快 來達到一個結果 再寫一遍 這樣子 除到細 細到粗 它中間的中軸線沒有變 然後再利用這個感覺 再把它逆時針 順時針 再抬起來 就得到一個很有力 那同時呢 勾得又非常穩當的一個勾勾 這勾勾的寫法大約如此 然後如果我們要把它描述成另外兩個 那就是一個是細到粗 一個是粗到細 剛剛有一個字 就是粗到細的寫法 這個寫 很明顯 粗到細 這六尾細到處 這是粗到細 然後這個叫做歌勾 那上面這個是束勾的複襲 那上面這個是束勾的複襲 這個是歌勾 歌勾又稱為右斜勾 它的名稱無妨 但只要是面對這個部分呢 你們寫法就可以有這三個變化 我把它秒數一次 細到粗 粗細粗 細的時候要慢 我們要說慢功粗細活 再粗到細 所以你看到的粗細就是快慢的感覺 當是細的時候就是慢 當到粗的時候輸入越快 這個是我們在寫它 這個歌勾的時候的秘訣 好 然後我們再進入到 所謂的新